在公司的問題中 澳大利亞政府早前曾表示 葡萄酒關稅使其價格翻了2到3倍 讓出口商無法進入中國市場 從2018年澳大利亞禁止華為參與寬帶網絡建設起 兩國關係逐漸惡化 中共病毒疫情傳播全球後 澳洲政府呼籲國際社會聯合調查病毒起源 雙方關係更加緊張 作為報復 去年5月起 中共對澳洲大賣加徵80%的關稅 去年11月對澳洲葡萄酒徵收218%的懲罰性關稅 並限制進口牛肉、煤炭和葡萄等商品 美國稱此舉為經濟脅迫